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这个是不一样的艺术展 展出的艺术作品的种类 风格都不同 但是启发这些创作的 都是同一个信仰 以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一系列的肖像画 画中所描绘的 是一个个有血有肉 敢于为自己信仰 作流血见证的殉道者 他们灵死不屈 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到的呢 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这一日 2017年7月8日 在多伦多中华殉道圣人堂 特别热闹 因为这个是唐区建堂 30周年的大日子 和往年不同的是 这一日早上举行的尼莎 制台前摆放了一系列画像 总共有20幅这么多 这些画像都是唐区的主堡 中华殉道圣人的部分画像 我们多伦多的中华殉道圣人堂 已经建堂30周年 为什么以中华殉道圣人 为我们唐区的主堡 当然当初的本堂神父 因为他是华人 中国人 所以他希望在多伦多 能够开创 就是把中华殉道圣人引进来 让所有的华人 以这个圣堂为中心 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华殉道圣人 因为有韩国的殉道圣人 有越南的殉道圣人 有日本的殉道圣人 那中华民族也有殉道圣人 所以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光荣 我们中国人的光荣 所以当初的唐神父 建堂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能够记得中华殉道圣人 要追寻他们信仰的榜样 活出我们的信仰 也能够为呼和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信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走遍世界各地 几十年来不断从事海外华人传教工作的 彭保祿神父在黎撒中讲道 他见证着圣人堂交友人数的倍增 也相信中华殉道圣人的代讨 使堂区发展蓬勃 从那开始 我们从差不多八百多人的一个团体 所谓的团体 一年一年一年增加 五年之后就变成五千人 十年之后变成一万人 十五年之后变成一万八千多人 从未找到一个地方 每年有这么多人 领洗的 可以看出来 天主特别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需要 使得我们安大量 这个省 多伦多这个城 变成一个教会集中的 到今天为止 在全球所有有华人居住的地方 不论是大城市 小城市 每一个城市 好像你们多伦多一人 有差不多四万七千教友 这是今天可以说 不可想象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 你们这个圣堂 变成一个 可以说 海外一个光明的成就 现在非常有福气 我们有20位中华训道圣灵圣堂 希望借着这个30周年的堂庆 特别在海外 我们是中华训道圣灵堂 我们对我们义务 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应该推动 对我们的信道圣灵圣灵圣灵 Jackie 刘远廷 是一位来自香港的 天主教画家 为了这一天 她花了几个月时间 不眠不休 绘画这系列的画像 现在 我心情非常激动 我不能够相信 今天没有计划 和大家分享 我感谢天主 也欣赏我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这个创艺的历程 在畫畫過程當中 當然少得有很多問題 特別是根田突然間 在家裡發生了一些事 所以要搬家 阻礙了我畫畫的進度 另一件很不幸的事 就是我家人去世 令我很大的受打擊 這些非同我沒有向任何人的訴訟 而我默默承受這個非同 因為我想像四孟萬里一樣 蜜全身中伴福之良 看上次的妻女 以照你的畫承受於我吧 我在非同當中 我堅持繼續去畫畫 因為當我去畫每一個中國聖人 好像將這個中國聖人重新有生命 中華殉道聖人 是指所有在中國 為了堅守基督信仰而犧牲聖名的人 二千年十月一日 前教宗聖約望保禄二世 將一百二十位殉道珍福宣誓 除了這一百二十位 聖約望保禄二世 早已在一九九六年 將董文學神父 一位由法國遠赴中國傳教 死於繞營的傳教士 宣為聖人 截至目前為止 在中國殉道而獲得天主教會 策封的聖人 一共有一百二十一位 為了隆重歧視 這日黎薩的禮儀特別加插中華殉道聖人聖毒 和畫像巡遊 哥倫布騎士為遊行隊伍開路 騷擾民主教高舉二十位殉道聖人的聖毒 他帶領二十位堂區善會代表 每人都高舉著聖人的畫像 教友跟隨著聖毒和聖人的畫像前行 正好代表他們在信仰的旅程上追隨著聖人 訪效他們對信仰的忠誠 隨著主教促盛過聖人畫像和其他藝術作品 這個以信仰為中心的藝術展正式揭幕 謝謝 阿明 Eddie是這次展覽的拆展人 經過多個月的策劃和籌備 到了藝術展開幕的這一日 他內心充滿著難以形容的喜悅 其實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聖神真的這樣推動我們 如果沒有聖神推動我 我怎樣的能力都做不到 但這個我真的很坦白說 亦都是我的夢想來的 我是喜歡做夢的 我是由開始做一些文字複存工作 現在希望做到一些 透過一些宗教藝術的作品 而做一些複存工作 這個是我的夢想 終於都夢境成真 所以你問我的感受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剛才大家看到 就是阿Jacky畫那些 中華雙道聖人的畫像 因為時間關係 他用了四個月時間 他畫了到現在為止是70幅 所以我們暫時展覽了70幅 稍後的時間 他將會畫另外的51幅 總共有121位的 遜道聖人的畫像 要在四個月畫好70幅畫像 即是每個星期要畫好接近四幅 Jacky的決心和毅力相當驚人 其實我是一個很小膽的人 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這件事 雖然中華宗道聖人有121位 我只能完成70位 但我只用了能力去做這件事 我很感恩很感謝天主打領底下 我完成了 如果你說我印象很深刻的聖人 我會持有兩位會侍的 高偉麗神輩和雷明道主教 但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我畫他們的心情比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香港是持有會的工作 都很知道他們的背景 畫他們的時候比較戰線兼經 擔心我畫得他們不好 擔心他們怎樣 其實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 因為我們如果相信天主 我們不喜歡顧慮一切 所以我不是畫得很好 但我都畫了他們出來 讓大家去加深去認識他們 在121位殉道聖人之中 其中34位 包括高偉麗神父和雷明道主教 都不是華人 他們是由外國去到中國傳教的 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 很感動就是他們放下自己的家鄉 走到中國去傳教 傳教不但還犧牲了生命 和自己的地方 都成為了中國的聖人 這裏說給他們聽 我們的重量 什麼是公教 就是沒有分種族 沒有分過界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天主一而類 和87位華裔的殉道聖人相比 Jacky覺得外籍的聖人比較容易畫 通常外籍人紙都會有影相記載 即是會記載他們的樣子 還有其他畫家都會畫他們的樣子出來 他們比較容易畫 容易畫 而且有些資料比較多 因為他們外國是會士的身份 修讀人士的身份 對不多不少都有些資料 為了繪畫聖人的畫像 Jacky花了很多時間 祈禱、守齋、讀聖經、朝拜聖體 也看了不少聖人的傳記 終於畫了70幅畫像 感覺上就好像 當然不可以叫中國聖人 被在肉體上送到 但這也是一個鬆道 即是你的犧牲 不是一個鬆道 在世界某些地方 例如中東一帶 不少基督徒仍然受到迫害 對他們來說 為了堅守信仰而犧牲聖命 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但對於大部分活在太平盛世的基督徒 殉道聖人的見證又有啟示 為我們現代的人 為主來犧牲 機會不多 有沒有機會 有 所以我們要努力地俯傳 或者是活出信仰 活出福音的精神 活出愛 努力為我們的堂區 為我們的教會 為弱勢族群來服務 就是活出福音的精神 愛、關懷與服務 我們就是在效法 中華殉道聖人 為耶穌而生 為耶穌而活 也為耶穌而死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當我們生活舒適的時候 平安的時候 或者我們真的 比較容易忘記了天主 魔鬼 他引誘你 誘惑你 不需要信耶穌 不需要信天主 你自己可以搞定 一樣的效果 要你否認天主 否認你的信仰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 或者這麼說 需要很多 不是流血致命的聖人 流血致命的聖人 白色的殉道者 就是我自己 在這個很世俗的環境裡 牽定自己的立場 牽定自己的信仰 不同世俗同流合污 這個不容易 怎麼辦 唯愿可跟中主成作人 由我开始的时候当然有些人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而且你知道艺术是很广泛的 但是我就要将所谓圈子收集到它跟我们的信仰有关 他们慢慢知道了这个内容之后 慢慢慢慢我们发觉到原来都很踊跃的 亦都在这里看到其实在我们Turse或者其他的堂区那些教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所谓恶苦藏 其实很多你是不去发挥它出来 它可能是隐形了的或者缩终了的 藉着这个机会是将一些可以帮到天主做一些工作的人 慢慢慢慢地带出来 这次展出的艺术品相当多元化 大家用配画、书法、摄影、套刺等等 去表达自己对信仰的不同反思 作者之中 除了有创作经验丰富的资深艺术家 亦都有小朋友 视觉艺术是很丰富的 你看今天所有的作品 有油画、有字、有雕塑 其实除了视觉之外 又有触觉 又有用文字去分享 其实天主给我们多媒体 亦都给我们多触觉 原因就是让我们由不同层面去领回到天主的临在 所以我觉得宗教艺术展 真的很难得 这么多人坐在一起 目标就是彰显天主的光荣 今次参与的《教友之中》 当中有部份曾经举行歌人作品展览 但他们都觉得 这种联合展览有另一份意义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形式 大家联合一起去做中教艺术展 不是单单是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份 有个责任 去把天主的爱传达开去 初时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觉得很厉害 整个过程 直到今天看到这么多艺术的作品 令我再次确认到这些全都是天主的工作 超越人可以想象的 今次有份参展 开心的 因为有机会和人分享作为一个工具 看到其他作品 令我感受到每一个创作 都是来自天主的带领 Rosa何玉梅有超过二十年的绘画经验 因为这次展览 她尝试绘画以信仰为题材的画作 之前我从来未想过 用艺术来表达圣经里面的东西 今次是圣堂 我们今年三十周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尝试一下 我初初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 初初圣堂有这样的计划 我也有幸可以参与其中 我也尽管尝试一下 初初几个月 我胸胸白一片 我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就想想 我去年是朝圣了 在朝圣里面 我有没有什么感受 可否用一支笔 将它形象化出来 这两幅取材自圣经片段的画 就是这样完成了 在以色列朝圣期间 马格达拉圣堂里面的一幅壁画 令Rosa印象深刻 她于是上师照着这幅画 开始她第一次宗教艺术创造 在圣经的福音里面 其中有一段 就是有一个妇人 她患了血流病 十几年了 看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 她所有的家产都用完了 但后来她真的没有办法 她说 我已经想用方法 都医不好自己 她知道 我可能接触到耶稣 我即使被她的影子摆一摆 我可能我的病也会好 她就等耶稣来 耶稣经过 因为很多人 她只能够拼命迫上去 勉强碰到耶稣的那条衣水 她想着是这样 她很有信德 结果她可以真的 轻轻碰到耶稣的衣水 果然她的病马上就好了 我用这个概念来画了这幅画 Rosa的另一幅画的概念 即源于旧约圣经 梅室 就要带领那群 以色列的人 就是离开埃及 就是进入天主 预许给他们的福地 但是他们在抗疫那里 是流浪了四十年 差不多到福地了 他们就不知道 福地是什么情况 于是他们就要求 我们好不好派一些人去偵察一下 就带了很多的产物 原来那里的产物很肥沃 很丰富 圣经里面说 他们是摘了一个 叫一都鲁的葡萄 要两个人抬 我想可能是很大的 那我就用了这个概念来画了这幅画 张天柱是一位知名画家 一向擅长用简约的不足作画 他这次展出的两幅作品 都是表达耶稣为了救人类 而在十字架上牺牲 但是两幅画的表现手法 就捷言不同 这个是用中国画那种 夺人格去画的 那夺人格的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人像拿掉 然后就剩一个罐 但是这个罐我不是放在镜的 是冻的好像那个 crucifuction 所以是用这个方法来表达 然后后面这个呢 就是一个tripetique 等于是一个三连座 那个tripetique 中间是Jesus Christ 然后两旁边的鱼 代表说基督徒 就是说基督徒都是鱼 然后用那个highlight的这种 很light的颜色 代表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受难 可是对人类带来了福音 因为解除了我们的罪在 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痛苦和欢乐 就是这些东西在一起的blessing 艺术创作讲求灵感 张天柱深深相信 他的灵感都是由天主而来的 主的恩宠 还有主的inspiration 是一直不停的 所以其实我是心里是很感谢 因为我觉得所有做文艺人 画画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去想 说那inspiration是从哪里来 Where do you get inspiration 其实我觉得那个天主给我们 其实是真正的key 因为当你有了inspiration以后 你就会有那energy 你就有那个 就你很想动很想画 当你没有去想画画 你在那边 等于觉得要画画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不画画的话 我是辜负了天主的恩宠 这次展览也有不少书法作品 教友也借着这个机会 用书法分享自己喜爱的词句 和圣经章节 我很喜欢圣荣 圣经这本经卷 圣荣一三一篇 很天真地 但又对上主很有依赖 教宗方济各个面移 我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在这个世道里面 可能见证教宗的说话 语众心详 其实本身我自己为何喜欢书法 就是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字 本身文字这一件事是很美丽 就是中国文字是很美丽 我很喜欢中国文字 学写书法 但是就这样写唐诗诵词都好 但是如果可以有机会写一些信仰方面 都是对自己的信仰 还有对自己的灵修都有帮助 除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品 大会也借着这个机会 怀念一位宗教艺术工作者 吴振明是星人堂的教友 曾经多年为每星期出版的 《堂推通讯》 赞写宗教艺术专栏 更加编赞了两冊名为宗教艺术的书籍 让更多人能够透过他的文章 加深对圣经和星人的形式 可惜他在这次展览前几天 因病离世 吴振明一生人钟爱艺术 很努力 一生人真的很努力 从来都没有浪费什么时间 我都很敬佩他 他都是miss了这个场合 如果能够给他参加到 当然最好 但是我都很庆幸他退休之后 可以为圣堂做事 也都为唐区服务了这么多年 他一直跟Eddie合作 他在社堂区通讯写了百年 又是空闲时间写这两本书 再编辑 用了他退休后所有的时间 都很庆幸他能够做到这些事 借着不同的媒介 人表达内心的思想、情感 艺术品由此诞生 以基督宗教为题材的艺术品 将耶稣的容貌 展示在不同的人面前 因此宗教艺术家 可以说是天主的代言人 严格来说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为艺术家 但是圣药望保禄二世指出 天主委托人用双手 去塑造自己的生命 因此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生命 花成结作 你又会用什么方式 去塑造你的生命呢? 和一班同事开会 开会我会觉得是一个离身的感觉 他突然灵魂出竅 我看着他令他面望 我不记得他是我太太 我连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都不记得 甚至失忆 一向尽心尽力为工作 为家、为天主的电力工程师Anthony 究竟患了什么病呢? 他如何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呢? 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看完这集 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我们的生命恩传书社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 要购买天主教书 我们下星期五的电话 我要购买天主教书